彼得后书第三章 亲爱的弟兄啊 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 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诚实的心 叫你们纪念圣先之 御先所说的话 和主救主的命令 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在末世 必有好计窍的人 随从自己的私欲 出来计窍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 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 仍是一样 他们故意忘记 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 并从水而出 借水而成的地 故此当时的世界 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但现在的天地 还是凭着那命存留 直流到不尽钱之人 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 用火焚烧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 要像贼来道一样 那日 天必大有响声废去 有形智的 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旗上的雾 都要烧尽了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 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钱 窃窃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 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形智的 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意居在其中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摘 安然见主 并且要以我主 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由 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 保罗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 写了信给你们 他一切的信上 也都是想论这事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 不坚固的人强解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就自取沉沦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 就当防备 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 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 有长径 愿荣耀归给他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